大家好 我是Edwin 每個月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有很多新的電子產品上市和發佈 今個月我們就有11月23號是Black Friday 所以今個月要上市和發佈的產品 大部份已經發佈上市 在這條影片中 我們會cover11月1號到11月21號上市的電子產品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會有用AirPod 或者其他真無線藍牙耳機 就算你未有的話 你都心思思會想買一對 現在大陸的手機品牌小米 就出了一對新的藍牙耳機 叫做AirDots 同樣你把耳機在充電器拿出來之後 這一對AirDots就會自動開機 而它這對耳機沒有按鈕在上面 是利用觸控式的設計 如果對比上個月的Honor Flypots 我就真的不知道哪一對好一點 之後我們有這個設計比較有趣的電子產品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相架 當你把手機放上這個相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手機開始充電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裝成相框的無線充電器 你買這個產品的時候 它就同時會建議你 把你iPhone上面的Wallpaper 改到跟它的相框裡面的相框一樣 這樣就很有型 就很漂亮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 通常相框有時候會放在家人的相 又或者是女朋友老婆的相 這部電話會關上的 如果把你的電話放上這個相框的時候 就好像故意擋住你女朋友 或者擋住你家人 這樣就很奇怪了 當然在產品的官網上面 就會跟你說 不如你把電話設置到長期都穿著螢幕 那各位怎麼看呢 Canon和很多相機的廠商 就把無線傳輸加入他們的相機裡面 Samsung在2012年 就嘗試把Android直接放進相機裡面 就出了兩部相機 一部就是Galaxy Camera 另一部就是Galaxy NX 應該就不太好賣 所以就沒有後續的相機了 現在就有另一間公司 就嘗試做同一樣東西 把相機和智慧型手機 就兩樣東西合在一起 他們做了這個無反的相機 相機接環就直接可以用Canon的EF鏡頭 那部機就行Android 用4Vs的感應器 這部機就可以拍到RAW 亦都可以拍攝4K 30fps的短片 這部機實際就未真的推出 詳細的規格和價錢都未清楚 但是各位有怎樣看這個概念 現在消費者對手機鏡頭的要求就越來越高 一個這麼極端的概念 又可不可以滿足到消費者呢? 那你以為我做了iPad Pro的影片 就不會再講iPad Pro的事情 其實又不是這樣說的 就算我怎樣踩播iPad Pro 都還有好多人會去買iPad Pro 這裡就有兩個配件給大家 可以再給多些錢 去解決除iPad Pro帶來的問題 在新的iPad Pro上市之後 MacBook配件的大牌子 Hyper Drive 就推出了這個Hyper Drive Slim 就解決了iPad Pro連接其他配件的問題 之後這個就是金屬的鍵盤 用了這個之後 iPad Pro就更加接近一部電腦 在外形上 這個金屬的鍵盤 也有出Service Pro的版本 在那個版本甚至可以當成為 一個External Hard Disk 有128和256GB的選擇 但是這些選擇就不會在iPad Pro的版本上有了 不止iPad Pro有不夠電腦的問題 MacBook一早就已經面對這個問題 Hyper Drive也推出了另一個當告 這個設計就比較特別 它是直接連接在MacBook的充電器上面 那這部MacBook就不用經常有東西阻礙著你了 在上個月我們就講過小米的Mi Mix 3 和Honor的Magic 2 這兩部都是推拉式的設計 把自拍的鏡頭收在機背上 有需要的時候就手動把鏡頭推上來的 而Lenovo也推出了一部類似的手機 但是價錢便宜很多 大概2000元的人仔 而上個月講過的Magic 2和Mi Mix 3 都是3000多元左右 當然Lenovo這部的規格和效能就會低一點 手機市場偶爾就會出現一部 說自己防水防塵 扔極都不爛的 這些heavy duty的電話出現 現在有另一間公司 推出了防水防塵的手機 這部手機就是藍鑽石 螢幕 沒有那麼容易跌爛 而指紋面色系統就在電源鍵 經USB-C充電和無線充電 雖然現在的電話就越加越多鏡頭 有Y鏡又兩倍鏡 但同時手機鏡頭配件 仍然是上市和發佈 而手機鏡頭的大牌子AutoClip 就推出了廣角鏡和長焦距鏡頭 針對比較專業的用家 這套Pro系列的鏡頭 可以把鏡頭的扭曲和膝震減到最低 除了這兩個鏡頭之外 亦都推出了iPhone XR的連接配件 真不愧為連Apple Store都可以買的手機鏡頭 全系列的iPhone都有配件可以遮蓋到 智慧型手錶流行開始 手錶的大品牌都嘗試 在智慧型手錶市場有一直貴 Fossil這個時尚的手錶牌子 之前都已經推出過智慧型手錶 現在亦都推出了一隻 行WatchOS的智慧型手錶 給大家多一個選擇 以前iPhone X一推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大反應 就覺得有一個額頭M字壓 很噁心 現在有些人習慣了 有些人無法習慣 日本品牌Sharp 就出了一部手機 令到很多傳媒都感到很驚奇 為什麼呢 就因為這部手機 除了有上面一個額頭之外 還有下面又有另一個下巴 咬了入螢幕裡面 上面那個就是為了前鏡頭 所以就吃了進去 下面那個就是為了指紋變色 就吃了進去螢幕裡 其實指紋變色有很多位置可以擺 為什麼一定要擺在前面 還有擺在前面 總之就百思不得其解 Nikon的Full Frame無反相機 Z7 在9月就已經上市了 而便宜一點的Model Z6 在今個月就上市 之前我已經有一條片 是講這兩部 Nikon的Full Frame無反相機 各位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看看 Model 如果你最近考慮買一個Tablet的話 這就走運了 Microsoft就出了這部Surface Go 是一部平價版的Surface平板電腦 有10吋的Screen 1880x1200的解像度 面部辨識解鎖 而且有一個LTE version 可以放SIM卡進去隨時上網 和Surface Pro最明顯的分別 就是它的邊框是非常粗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想買一部便宜的平板電腦的話 這部是真是很好的選擇 這部叫Hover的航拍機 就算你忘記它的名字 可能你都會看過片或照片 它現在正在推出第二代 它的設計目標就是 給個人使用 去自動航拍的用家 上一代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飛行時間只有8分鐘 現在它正在推出下一代 Hover 2 它飛行時間由8分鐘 大幅增加到23分鐘 還有大量的技術更新 大幅加強備障系統 以及人像的追蹤拍攝 還有很多不同的拍攝模式可以選擇 就這樣看這條宣傳片 真的覺得非常出色 我真的很期待這部航拍機一出 看看它的功能 是不是真的好像它宣傳片所說的那麼好 好 最後來到BONUS位 第一個就是LG的Smart Speaker 有Google Assistant 另外有兩個新的無線掛頸式藍牙耳機 另外有一隻傳統的手錶 都引來了很多傳媒的目光 這隻手錶只可以用Bitcoin去買 25000元的美金價錢 不知道誰會去買 Leica為他們的Leica Q系列 就加多了一部相機 就是這部Leica QP 以上就是一大堆 11月1日到11月21日推出的電子產品 不算是很多 對比起上個月來說 因為上個月很多廠商都推出他們的電子產品 為了迎接今個月的Black Friday 以及下個月的Christmas 下個月聖誕之前 我們可能會迎接更多的電子產品 各位記得密切留意 在上面一大堆的電子產品 你有沒有看得到什麼想買 或者你覺得很有期待 我個人對這部Hover2 這部航拍機很有期待 雖然它不是特別便宜 但是我覺得這個設計的目的 先是航空拍攝在消費者市場 應該走的方向來 就是拍攝自己 好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講一下自己怎樣看 以上這堆電子產品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個like 你的like對我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